我們看一下這一題喔 來判斷一下 ABC 注意哪個是偶含數 來 像這一題喔 直接判斷一下 我要是講不會判斷怎麼判斷 你把S用二代和S用負二代 慢慢找出規則 怎麼說 二代24816 16 減掉二平方十二 減 4 對吧齁 你不用算出來 但S用負二代時這也是16 減12減4 所以說大家答案都會一樣嘛 所以它是偶含數 對吧 所以說用正常負二代代進答案一樣是什麼含數 偶含數 這也是一樣S用二代代進去 5 加2 加上2減3 負一決定是1 用負二代代進去 負二加31 加上負二決定是2 負二減3負5 決定是5 有沒有一樣 一樣嘛 所以說這也是偶含數 那這邊呢 老師建議你 稍微把平方 把這些展開 這邊承開是 S平方加3 4S加4 這邊展開是 S平方-6S加9 這邊承開是 負 S平方 減掉 4S 減2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 你看 你把S平方加S平方減掉 2S平方這個號相消 4S減掉 4S也是消掉 所以說 FS事情 算出來事情 負6 AKS 加4加9加13 減2加11 這一看就知道絕對不可能是偶含數 對吧 所以說C一定不是 除非 除了 麻煩你 看清楚來 這是什麼東西 像 A加B乘算A平方減AB加B平方 所以說把這邊承開自己 A三番加上B三番 23番自己 8 這也是一樣 A減B 乘算A平方加AB加B平方 他承開是 A三番減掉 B三番 他減他消掉 8減掉負8 8加817 FS事情 16 所以說用不管用多少代 對吧 用2代是16 用負2代也是16 所以他是個偶含數 那行不行 那這個 這個老師會建議你 這很簡單 你把AKS用2代 帶下去 這是G 7 of 2 加上 7 of 負2 加起來是多少 不用管他 你把這邊S用負2代 帶下去 2分之 S用負2代 這7 of 負2 加上7 of 負S S用負2代 負2的 正 又變成G2 對不對 所以說這兩個 其實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用2代負2代 答案一樣 所以說 這也是什麼 偶含數 所以說偶含數 誰 AB 數 1 OK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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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